音叉 音叉有很多功用 除了治疗通症 解开心结 或者有时脑袋很不清醒 想令自己醒一点 之外 如果我们有一些深层一点的问题 例如有一些东西整天都想改 他又很想戒烟 但戒多少戒不了 原来用音叉也可以 其实不是令到他不想吃烟 只不过是用音叉有个疗愈师去帮你做 这个你未必可以自己做得到 是会带你进入潜意识的状态 你很放松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时的忍是我们的脑里面 一些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 我们可能进入潜意识里面 可以改写到我们的信念 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是对着那样东西 明明很想很想去做 很想很想去用 我们都自愿做 不知为什么就没有了那个人 这个是阴差的其中一种做法 另外又有一些做脑神经作用的阴差 又是因为有很多时候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病的问题 可能是脑里面有一些 可能是Hormons 就是Hermons 或者是真的有一些 神经的接触不够 它断了 这个好像很深 但其实只不过你想想 神经的传道 为什么我会觉得痛 或者是为什么我会拿起手 就是因为我的脑子发出一些指令 令到其他身体的细胞会懂得做一些东西 如果我断了线 我的脑子和我的身体就好像分离了 你都会想象得到 或者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 所以说到神经 其实我们有一些阴差 都是可以去对应我们的神经系统 都有不同的阴差 有些是四个一组的 这个是Brain Tuner 就是去对应我们的脑神经的改善 我们就示范一下这四支Brain Tuner 对应脑的音叉 那个声音是怎样的 使用这个声音是在转发 这里是否还在转发 这个声音不是操吵的 宵起来 是否还在探尽 这些声音是爆了 不自然 太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